来跟进国内的新冠疫情进展 那今天是新增了3847宗的确诊病例 全国累计病例已经达到了238721宗 治疗当中的活跃病例更是突破5万宗 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了50894宗 另外死亡病例连续10天双尾数 今天有12个人死于新冠肺炎 同时有1692人康复出院 尽管国内确诊数字居高不下 但是全国基本传染数是终于低于1了 卫生总监诺西山在面子书贴图指出 截至昨天全国的预估基本传染指数为0.99 那其中呢 雪兰儿的基本传染数是全国最高达到了1.13 那接着呢 就是柔佛的1.12 以及马六甲的1.09 另外呢 在马六甲的石干区 近期就爆发了州内最大的肌肉场感染群 这个坐落在游棕园占地30英亩的肉机处理厂 有1871名的员工 包括400多名的本地员工 以及1428位的外劳 目前所有人都在接受病毒检验 从2月1号至今 厂内一共有604人确诊的新冠肺炎 而卫生部长阿汉巴巴今天也亲自到现场巡视了解情况 身穿白衣戴着口罩与面罩的卫生部长阿汉巴巴 前天亲自到爆发肌肉场感染群的马六甲肉机处理厂员工宿舍 巡视当地情况 他叫后召开记者会简单交代 爆发感染群的源头来自一名带有症状的员工 部长指出当局已经派人前来教育雇主 如何做好预防和控制新冠肺炎的工作 同时勒令肉机场关闭消毒 并安排前线人员身穿防护服到场为员工检测 以及戴上粉红隔离手环 至于出现症状的确诊者 他们已经被送往各个隔离中心 而密切接触者或没有症状的人 则需要在员工宿舍进行居家隔离